中国的老百姓历来是不中吃的 所以就有了民以食为天这句名言 这些年大家都吃得饱了 讲究的就是吃好 潮州菜在中国各大菜系中是最讲究的 逢年过节就显得更荣重了 他是个美食家 大老远的从美国跑到潮州 不喂别的就想尝尝正宗的潮州菜 寻觅这隐喻海内外的中国潮州菜的文化内涵 My name is Larry Layton I have come all the 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try the famous Chow Joe food at the very fine Kingman Hotel I want to go in and eat 诶 怎么了 哦 功夫茶 原来啊 功夫茶不仅仅民居厅堂才有 菜馆酒楼也有 潮州菜上菜前中间饭后都必须上功夫茶 这是规矩 看戏到后台 看演员看得真 上酒楼到后厨 看看厨师们怎样做菜 也别有一般滋味 都说潮州菜做工精细 嗯 一点点不加 请进 大菜还没登台 小菜已迷住了远道而来的时刻 上菜喽 色香味儿型俱佳 真是名不虚传 鼎鼎大名的富国菜还真的有点舍不得吃 这是粗料精致的代表作 高烧金银砖 嘿 潮州牛肉丸 汤轻而不腻 鱼香且嫩滑 清炖白膳 潮州汤菜的佳作 这多姿多彩的青菜龙虾可是来之不易啊 圣燕正安 勒顿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大年三十儿到民居做客的情景 第九楼香房相比 好多蠕名少女人 百姓的年饭更加实在 争生气饿 如果说酒楼的潮州菜 形式隆重 色泽鲜艳 何味烤鸠的话 那么民居里的潮州菜 则是朴实大方 原汁原味 含义深长 就说这泥汉吧 泥汉的壳 潮州属于叫汉壳钱 吃了泥汉留住了钱 来年的住院不用多说 上桌就知道了 这鲤鱼的说法更是有趣 除了年年有余的含义之外 潮州人还另有说法 年艳的鲤鱼必须是活的 活鲤鱼潮州方言叫猜离钩 是使劲捞的鞋音 于是除复晚上 潮州人家家吃鲤鱼 还有观音送祖 福报平安等等等等 过年过节 大凡能说得出的好话 都被寄遇在年艳的潮州菜里了 这些寓意 雷顿先生是似懂非懂 但有一点 潮州菜给他留下的印象绝对是深刻的 好的 潮州菜 MING PAO TORONTO